我之前这集讲述了会长与小麦是如何以一组的状态 却做与以往沟通的对比 而这技术也大量用在最后生还者这作品 完全贯穿了第一季的故事 最后生还者的每一组人马都会象征男主跟女主关系的每阶段转变 而每个阶段的象征方式也都跟会长小麦这组人差异不大 我刚发现时真的很惊喜 看完后你也可以思考看看 为何两边的作者都这样处理每个阶段的象征意义 我要先从最后生还者介绍起 后面才会接上遗忘篇 第一组 从不可能到可能的情感 最后生还者第一组拿来对比的人马 自从这对在末世里相当难能可贵的伴侣情侣开始 比尔和法兰克 对比尔来说还没面对过自己真实的情感 就进入世界末日 这相当于这辈子就这样了 但却能够遇到法兰克有能力发现他 你知道那个发现有物理层面也有心理层面 这到底多难能可贵 这象征的男女主角这对互相排斥 世代差异大的组合 两人情感也会是很难的 对两人来说 一个被迫再次有父亲 一个被迫再次有女儿 在这末世里是多难会有状况 就跟比尔和法兰克困难一样 这象征了不可能的情感 都是有机会成为可能的 但加上比尔留下给乔尔的信件 意思就更明确了 我曾经恨透世界 但还有一个人需要我拯救 而两组人相遇的方式 也被作者做了镜像对照 那个负责开口开启对方的 都在低处被枪死着 第二组沟通的可能 女主角埃莉当了法兰克许久 乔尔都难以敞开心胸 但乔尔第一次因为艾莉说的话而笑之后 就衔接上这组兄弟 你已经感受到象征意义了吧 所谓沟通的可能 这组兄弟肯定是经过一番努力 才有办法顺畅沟通的 而且在这末世 也不因沟通方便性问题 而影响彼此的情感一分 所以当艾莉第一次成功 逗乔尔笑出来 这对兄弟就登场 就对比人男女主 他们彼此沟通的可能性 正在打开 可以看这段两人在讨论计划的对话 当中可以总结整段的最关键一句话 表面上是在说我带路 你清开障碍 但也可以更深一层解读为 我示范方式给你看 你得清楚自己的障碍 而这兄弟的段落结束后 情节上也做了一个有趣的巧思 艾莉第一次获得话语权 她呼喊乔尔走了 乔尔像是被同等地位的人喊话一样的反应 也是在这之后 两人第一次拿出真心的在对话 艾莉说出了她的恐惧 乔尔对艾莉说 你不是我女儿 经过这样真心的沟通后 两人也确实能真正对话了 第三组 男主成了真正的父亲 这一段我要说的很隐晦 看过了就知道为何要隐晦 总之新登场的这位牧师 身上种种都在对比男主乔尔 请注意这牧师真的屌了 从登场就在跟乔尔形成相反对照 而且从头对照到尾 初见面乔尔枪指艾莉 乔尔不带艾莉走 大卫要带艾莉回去 乔尔讲话很现实 大卫很会讲好听话 乔尔不懂跟艾莉沟通 大卫超会沟通 乔尔对艾莉这年纪女孩特别排斥 大卫则特别有想法 乔尔说艾莉不是她女儿 根本从心底最深处在抗拒 自己有要当父亲角色 照顾艾莉的心态 大卫却自称是艾莉需要的父亲 但乔尔一步步成为相称的父亲 大卫则一步步走到退路 仿佛一道带又相反的方式 复述了一遍乔尔一整路的转变 第四组回归开场对照再次夺走 一开场男主带着自己的女儿床了好一下子 结果女儿被夺走了 而这整季故事又是重新带着新的女儿 床了一整季过去又准备被夺走 但经过这些年还有跟新女儿的相处 男主达成转变 他不再只是跑 他转身面对敌人 而新女儿和原女儿也有对照 两人都设计成因身体状况走不了 只是上次父亲面对士兵是囚牢 这次回过头干翻全部士兵 那以上这所有阶段跟整体架构 到底跟蚁王偏食 会长和小麦差异不大在哪 象征心理的方式 我们回过头来跟刚刚的第一段开始对照起 在生还者里第一段 主角组在对照组这边拿到丰盛物资 收获丰盛 你可以把物资收获丰盛理解为心理收获丰盛 这就可以回应该对照组主题 不可能的情感变可能 因为原本不可能的情感 心灵收获了丰盛 来到猎人里会长和蚁王相遇之前的第一次对照 会长明确说出 这把年纪还能当个挑战者 真是让我心里沸腾 对会长来说当人类最强当了超过一世纪 早就习惯也接受了人类不可能超越他了 却到这把年纪还能以很不可能的方式 遇到超越他的对手 这就是一种不可能的情感 再次燃烧了 让会长获得心灵上的收获 对照会长不是小麦而是蚁王 对蚁王来说原本可以轻松秒人类世界所有生物的 却以他从没想过方式 惨败这世界坠落生物 而且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他看不到的高度 这对蚁王来讲也是因为原本来说不可能的情感 在心灵上有所收获 第一阶段 生还者跟蚁王片的对照方式 是不是蛮雷同的 再来到第二阶段 心灵有了收获 不再一片死灰之后 被掀起涟漪之后 才有沟通对话的能力 或意愿 那就衔接上第二段对照组了 参还者第二段对照组的剧情 有没有注意到 规划路线找出入 这就跟小麦还有蚁王这组一样 他们是用下棋找活路来象征沟通 蚁王也在战斗前愿意跟会长沟通 参还者是用规划路线找出入来象征沟通 在路线找到出入后 有了彼此沟通的能力 才搭建请能到对方心理的桥梁 才有了情感关系更上一层的基础 我是否有能力把对方看到为女儿或父亲 这才衔接上下一段 假的家对真的家 假的父亲情感对真的父亲情感 场景故意设置在有温馨感的室内 在最终对决烧掉 就象征烧掉假的假假的父亲情 想起之前这几人吗 用场景周遭环境帮忙故事 所以段落结束后 两人彻底进展成妇女情感了 猎人这蚁王跟小麦用席盘沟通后 双方情感越来越深刻 会长也和在蚁王的战斗师沟通里 获得了某种关系上的进展 答案就在史前最后旁白里 千何以和人类到底有何不同 没人能肯定尼特罗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两边作品都在沟通后 获得关系上的进展 猎人这蚁王更进一步拥抱智慧 会长更不敢说对方是敌人了 生还者则双方真心 能将对方视为女儿父亲了 最后一段 终于来最终的考验 也就是最初的伤痛 再次面对思绪女儿的危机 悄而改变了吗 人类在此拿回食物链的顶端位置后 真的变得跟动物有所不同了吗 想来生还者更倾向看见希望 而猎人则是回归现实面 因为猎人从头到尾就是选择 从体现人类恶意去切入 人类在意的人受伤害 就开挂咒报你 千何以在意的人受伤害 却能心平气和谈话 至于两个作品很不同的部分是 生还者明确去区分每一段转变 根据每一段转变 去设计剧情与功能角色来对照 这也较适合旅程式的故事 蟻王片是从头到尾同样角色 不停的互相影响 去转变出每个新阶段的差异 有时候蟻王是对照主 有时候会长事 有时候换小麦 彼此对照 交织出整个篇章 这集讨论的内容是不是都在 在显示了我一直都很重视的 故事两大要素 冲突跟角色转变 因为什么冲突而开始的故事主轴 冲突结束时角色又有什么转变 或者让观众感受到 没转变其实更优秀 以最后生还者来说 跟蟻王片很不同的是 没有挑战什么太特殊的做法 冲突很明显 转变非常明显 没挑战任何花招 其实就很工整的讲完了整个故事 OK 但故事不烂吧 甚至算是少有的优秀改编 所以真的不需要怕好好写故事 按照常规做法 故事会频繁掉 反而要小心会怕 是怕自己真正的能力被发现 所以挑战常规 至少可以被误会是因为感官